男子不满被分手 气得砸车泼漆来泄愤 高雄有一名21岁 在葬仪社工作的女子 她停在公司停车场的车辆 被她的前男友前来 拿棍棒狠杂还泼满了红漆 而这个前男友 其实她还是未成年 成兄斗魂之后 立刻骑车逃离现场 女子随后下得赶紧报案 同时也申请了保护令 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走到铁皮屋旁 拿起一袋物品 一群人鬼鬼祟祟的 在停车场晃来晃去 没多久车主就发现 轿车遭人破坏 银色轿车被泼满红漆 后照镜整只被打断 甚至挡风玻璃 也被人用球棒砸成蜘蛛网状 看到这一幕 车主吓得赶紧报警处理 而这一切竟然都是 她前男友搞的鬼 她觉得吧 她跟她同事 然后一起朋友有暧昧关系 这起砸车破析事件 就发生在高雄殡仪馆 3号上午这名男子 因为不满交往不到 一个月的前女友 和她分手 因此活同友人 一行人 趁四下五人的时候 对着轿车 一阵猛杂逃逸 行径相当嚣张 到那里她整个大崩溃 然后就吓到这样 然后到现在都不敢来公司 几天过后 现场还留下满地玻璃碎片 和一大片红红的油漆 亲眼亲不掉 看到自己的同事 遇上恐怖情人 被吓得足不出户 她也是相当心疼 大概才交往一个多月 衍生之后的这些 这个泼漆的行为 全案以这个少年事件处理法 来调查侦办 事后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逮到这名犯案的未成年前男友 全案以少年事件处理法 进行调查 女子也希望透过保护令 还给她一个平静的生活 解综合报道